台湾的资本市场出现危机了吗 金管会副主委今天示警 说年轻人不经常买股 不仅是资本市场的断层 更是资本市场的危机 台湾股市低迷交易量始终冲不上来 金管会副主委正真貌 就把猫头指向年轻人不买股票 不仅是资本市场的断层 更是资本市场的危机 我们当初找第一份工作的时候 心目中想的就是如果存了钱 就是要买股票 当然有些人会讲说 现在股票很贵 可能薪水买不起 我说我们当初薪水也不高 股票我们也买不起 直言从便宜的买起拉长阵性 用时间慢慢累积来致富 但探究股市成交动能缺乏的主因 难道都是年轻人不入室所造成的吗 郑正貌也点出上市贵公司成交量低迷 预期期盼政府相救 倒不如嫌自救 想办法把成交量提振上来 你要让优秀的好的公司 进来参与这个资本市场 那投资人才有好的标的物 可以去投资 投资人应该不太喜欢看到 这个挂牌的这些公司 一天到晚有什么公司治理的问题 有什么财报的问题 如果能够增加市场上这些上市贵公司 这些中小型的个股的透明度的话 我想是有助于这些年轻人进场去买的 去持有去操作的 台湾股市交易量要能催生 除了探究年轻人不买股外 问题核心怎么激起投资人的兴趣 愿意把资金前进股市 政府除了发挥服务和引导之外 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才是解决之道 欢迎新闻严峻强李佳化TV报道